彭德怀和蒋介石第一次单独见面时,一句话,蒋介石立即给他了十万元的支票,我们知道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彭德怀是我军的将军,两人如果撕下单独见面信息量,还是挺大的不过两人还真有过一次单独的见面机会,不过两人还真是单独见过一次,面1938年,日军在台儿装吃了亏之后聚集了三十多万人。 人兵分六路,包围徐州大军男亲蒋介石准备在徐州和日军一决雌雄,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力,他决定邀请八路军八路军司令朱德和彭德怀到武汉参加军事会议。 在会议上,朱德彭德怀并替前嫌,慷慨答应八路军从华北广泛出击,阻止日军对徐州的增援。 而彭德怀的一句可及日启程,让蒋介石非常的满意会议结束后,蒋介石单独召见了彭德怀,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在交谈的时候。 蒋介石故作关切地问彭副司令府上安否,我及主和建主席多家关照,彭德怀回答说成伟做垂念。 彭德怀一家早经和建主席关照,过了连祖宗三代的坟都让他绝光了,蒋介石听了尴尬,万分,急忙让人送来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。 彭副司令的情况,毕人,一点不小,这点钱了点,一点未免,但是彭德怀没有收,甚至说政府真要加免抗日请给八路军如数发响。 事后蒋介石还慷慨地说,我还没见过给钱不要钱,的将领八路军的彭德怀,运势没拿我给的支票,彭德怀的高峰亮节赢得了蒋介石和一干国民党众人的佩服。 其实在我居中,这样的人不止彭德怀一人还有很多人这样的人。 we pull them. 谢谢观看